接下来我们看这一题 这题第一小题是要写出甲氨在水中的解离方程式 我们先写出甲氨与水为反应物 甲氨CH3NH2 水H2O 根据布林斯的罗瑞酸权说 甲氨为布罗-接受H症 水为布罗酸提供H症 因此对水而言 可以把它拆成H症以及OH- 所以H症提供给甲氨 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 甲氨的共二酸为CH3NH3症 然而水的当酸其共二酸为OH- 这时候我们再看回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是计算在25度C之下 解离为1%的甲氨水中液 PHS为何 然后题目给的是1m甲氨水中液 解离为2% 所以并没有提供KB 所以我们目前先列出 alpha解离度的公式 来先找出KB alpha等于根号C0KB 所以KB就等于 alpha平方乘上C0 带入题目给你的数据 alpha为2% C0 1m 所以KB等于4乘10的负4 因此 在带入第二小题所要算出来 在解离1%的时候 其PH为何 因此带入 刚刚所找出来的KB 4乘10的负4 可以找到 1%的粗膨度为C0 因此C0 就可以算出为 4m 因此就可以带入 清氧根的 清氧根浓度的公式 清氧根浓度的公式 等于根号C0 乘上KB 等于根号4乘 4乘10的负4 所以等于 等于4乘10的负2次方 因此POH值 可以得到的是 2减掉 漏个4 等于2减掉 两倍漏个2 漏个2为0.301 所以约0.3 因此等于 2减掉 2乘0.3 0.6 等于1.4 所以 PH值 等于 14 减掉 1.4 等于 12.6 1.2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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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1.5